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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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没有时间玩 为什么你要用这个 玩这个字呢 圣诞节不是出去玩一下吗 玩什么 只有大家出去逛逛街啊 看看电影啊 看看什么事情啊 其实现在 今天这个节日啊 对于这个本地人可能还好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讲 就是又不过情人节 又不过元宵节 我们就双节贵 今天我们也可以过节啊 这个播完了 晚上还有爱衣服 可以过个节啊 过什么节啊 干嘛 那么多星期比赛看 不是大家都过了个节吗 拉倒了 我才不要用这个 今天现在还在看这个的 都是光棍好不好 现在看得到我们直播的人 全是光棍 多么的惨 对吧 很少有今天这个节日啊 成商成队过来看比赛 对吧 你看这些打比赛的 你看这张脸 那个叫什么 昨天好像是哪个城市的 这个电影院 已经被人家包场了 包单号 全部把单号给包了 是啊 我准备今天都去干这件事情 我来想想 没必要 对吧 不用这样去报复社会 我今天 主要是因为没钱吧 我把比赛不好 让你们这些光棍都去不了 让你们纠结 对吧 你看这些 你看这些韩国人的脸都不爽 今天过节还要打比赛 元小姐韩国人也要过的嘛 别人情人节过不了了呀 情人节 这些人本来就没情人 好吗 这不一定哦 是吗 司令说不定哦 司令 说到这个 司令那天跟那个 Arena逛街 你知道吗 逛街 逛街 然后Arena发了一条信息过来说 司令好喜欢买东西 司令你要装个大款子 然后Arena去韩国拍戏 对 是的 原来是这样 司令居然翘捷洞的墙角 趁捷洞去打美就去 你不小心又把料爆了 我怎么又爆料 反正Arena也不看这个直播 没关系 说就好 是的 今天的比赛第一场 就是Sokey要对冲Sora 其实这个小组里面 Sokey Sora Squartel都有机会出现 当然Sokey的机会肯定最大 你看不起那个Petel 不是我看不起 说他真的有点难出现 其实这个组的人有点猛 对啊 就我不说Squartel吧 就这两个 你说Petel打他们几成胜算吧 两成估计 不能这样 PVP P之音吧 连P自己都解决不了 先P P音吧 先把Sokey打下去 没有 他上面先打Squartel 你知道吗 如果Sora赢了Sokey 是不是很可能的事情 他如果赢了Sokey 他是不是又靠P音吧 又可以进去 有点道理 说不定他最后的小组第一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出现点 这边神祖选手 就是来自于CG战队的Sora 是存在了上方的12点 11点钟的位置 而这边红色的虫选手 就是来自于SKT1战队的Sokey 存在了6点钟的位置 地图是暴雨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WCS 自从上次BWC以后 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动 就是他把这个地图跟天梯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我们看比赛比较好看得懂 对 然后选手 对于中国选手 或者是欧美选手的练习来讲 也是有利 你看SPO看那个适中 什么考察战 考察战这种 就没意义看来 有什么意思吗 所有战术都看不到 但是呢 看了那张什么 寒霜之地 现在每个神祖上来 就在那个地方 就批两个地方 哎呀这种无耻的事情告诉我 我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我不是这样无耻的人 是吗 你在下面修吧 对啊 没有用啊 这样现在我已经想听了 我最近在天梯上 每排都没有修地方 修到最后现在我就干嘛 你修个地方我就全水钩 来不了 我昨天刚打死一个全水钩 就在这张地图上 这张地图 对啊 其实还是可以勾的 对啊 我就左筒筒 右筒筒 左筒筒 他没有领悟到全水钩的基因 我跟你说最关键是什么 你巨像不要带出去 你巨像带出去 你移动速度很慢的 你就拿一坨追猎 在外面跳 左边跳下 右边跳下 你把他基地跳了 跳了然后就跑 你不要送叉 然后家里面 突然间你憋了五六个巨像 带六七个虚空 一拨A出来就赢了 要不要你跟我尝试一下 我的全水钩 也想不想试一试 我看看你捅得死我 捅不死我 还是看水平的好吗 我现在的全水钩 简直打得风生吹起 我知道 我看过你的第一视角 简直现在对全水钩 已经领悟的很深刻了 这个剑水钩 做的相当丑陋 这边是容易边缘陆小凤 但是也不至于这么谨慎 Soki 昨天我看了这个采访 那个叫什么 这个书本的采访 书本上来说了 他说Soki这个家伙 我信了他 信错了 是吗 对 他说Soki跟我说 出宿主就赢了 然后回去出了个宿主 被SS打爆了 他用不来好吗 韩国都懂 我们看这次在预选赛 之前的交手 两位选手 就是在WC上有过交手 在韩国区对预选赛 Soki是2比0 在世界总决赛的决赛上面 是3比1 就是说Sora跟Soki打 基本上没赢过 就赢了一个小分 而且Sora本身 他的PVZ也不算 我想想他是PVT强 还是PVZ 我记得是PVT强 都还不错 这个家伙蛮平均的 CVP也强 PVT3比0帕亭 他比较 我们来看看 要活着战术 我估计不会 这个地方应该是 藏在这个地方 等会配合 配合逼迎前压之类的 配合凤凰前压 或者配合逼迎前压之类的 反正这张图 神父肯定是有优势的 对吧 那天我说起这个 那天我上去被 impact 这个家伙 impact 他有个神组 他说是他第二种组 打了我个三比0 我好不爽 impact是哪个队的 神组反正是 AX 很正常 要么我找吉姆 好不爽 吉姆其实也不爽 什么 你看吉姆用人组来跟我打了 他敢不敢用人组跟我打吗 他敢不敢跟我ZVZ吗 我找斜洛斯来跟你打 斜洛斯不说了 斜洛斯还有点实力 是吗 斜洛斯我也不怕他 他用重组和用神组 我也不怕他 对吧 但吉姆中或者 对不对 先把牛吹了 万一被输给吉姆了 有一次我还被西瓜的 踢那一排 我好不爽 你为什么还被靠命过 不是啊 靠命是我的人组 把他重组AX了 我打了一个单 那个什么 独口两兵银 对吧 然后再拍四兵银 拍完四兵银之后 没开二兵 直接all in了一波 靠不就死了 笑死我了 今天稍微有点卡顿啊 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因为这个官方流 稍微有点问题 不平时也卡顿 大家早就习惯了 不 平时 韩国有信号了 要不我们试试韩国流 对吧 我们来换一下流 看一看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实地 因为看推去总是 总是不稳定 不稳定 他们让我推去 我们关掉了呀 已经暂停了好吗 又不傻 小色又不傻 场带宽的好不好 好像 没信号 导播又骗我们 那有信号吗 导播 罗公说有信号 连不上去啊 这有点奇怪的 不是有时候好像是这样的 他们这个流 这是为什么呢 复制错了 没道理啊 对吧 难道是我复制错了 没有啊 试试看 这没道理啊 这个 还是说我们只能用 不要开代理 刚才我不开代理 也凉不上去 重新试试看 把代理关掉 嗯 这有什么情况了 莫名其妙了 这又被骗了 哎 又卡住了 真惨 还不如看推去呢 卡一点卡一点 欢迎是整个播放器 都停住了 怎么用出我的这个大法 ALT加Delete Ctrl ALT Delete 还要这样关 哎 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呀 开不了 对吧 算了 哎呀 防火墙 师傅 难道这个开了防火墙 哎 你那360关掉 360又没关系 那个防火墙 防火墙在哪里 嗯 没开啊 没开啊 嗯 这是 这是关闭的 对啊 关闭啊 难道是360的原因 如果是的话呢 是的话 我回去就把360卸了 嗯 没有呀 你不能怪360 不能怪360 这个找不到找不到人怪了 哎呀 看推去看推去 找不到人怪了 你不要怪啊 你用Go Chrome看呀 哦 对啊 对啊 那个S3下面就是Go Chrome 算了 挂了挂了挂了 先把这场比赛 先看了 不然这个不顺呀 你既然调都调 你用Go Chrome看吧 有流量 你看这个流量 你看这个流量 就靠谱的流量 好吗 是吗 好 好了 打了 捅了一波 哎呀 捅死了呀 这个 这 没关系 四框 就是Soki打 三框顶了一下 三框顶一波吧 对 这个就是三框顶一波 但是呢 Soki直接四框 不要用飞龙去他家 这个让人有点意外啊 换家呀 你看这个timing 是不是很重要 只要你不出凤凰的 三框顶一波 绝对是对的 这其实几条飞龙 打不到什么 他其实就顶你四框的 这个不浓的这个timing 对对对 万一对手像这种出飞龙 他四框肯定要掉 你要不顶的话 对手四框开起来 那这个飞龙就有点多了 他是两攻闪烁顶一波 这个好像比较常见 现在韩国选手都喜欢这样打 比较中性这个打 那Soki这波飞龙 换家换的有点好啊 他家里面是有 没关系没关系 换不下来就行 换不下来就行 这一波只要 只要飞龙不能把神族经济打掉 神族就可以 我农民硬手 我觉得手应该还是守得住 守得住管子够 嗯 农民可以回去啊 所以这边压力有点大啊 你管子已经起来了 他怕万一这波张狼没打过 因为现在对手在往前刷兵的话 家里面这个三GD 可能要被这样点啊点点掉了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打 是我的话 我就是 你把三GD守了 对我把三 我冰刷在三GD 然后我在正面就赖在这个四框这里就好 感觉 输了呀 所有这样 所有这样打会在大局上面会很出 哎呦 再牵主机地 拉出事了呀 这个主机地 对 所以说你最终还是要解决这个飞龙 你不能 对吧 不能盲目的 其实你看他的农民数量 当时如果我赖在这个地方 我把我三框保住 我有60多个农民 我是占经济优势的 对 Soki这个 这飞龙确实用的 但是也是Sora的选择上面稍微有点问题 Soki这个时候有点拼 他当时这个飞龙直接不管了往前 这也是正确的 因为这几条飞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切对手加呢 还可以逼对手把兵往回上 确实是起到了奇效 主要还是Sora应对的问题 主要还是他应对的问题 Sora就刷个四五个决定 也配合着 够了呀 对吧 这个就这个 初一两个凤凰就好了 当时可能我觉得Sora是想一波捅死 删断有失误 这怎么可能吗 因为为什么呢 Sora是刷了60多个农民的 他三矿是有农民的 人家三矿一波是三矿一个农民都不补 对 才能顶死 你补了农民你凭什么顶死吗 四矿顶得太轻松了 他感觉一点反抗都没有 看他飞龙过来了 他觉得是龙狗换家了 结果没想到Soki在正面还有一波蟑螂 反正是Sora自己应对的问题吧 这样一来的话就不好打 这个打法你要想 现在这个局面就是Soki想怎么打怎么打了 想换家换家想A想就可以A了 是的 两线飞龙一切 两线飞龙一切就可以了 好 家里面还转绿油油 保个底 没什么悬念呢 就这一拖剧烈了没了 还可以了没被一波打死已经不错了 这个就是等死刘 等死 等死吗也是 这就等死法 没科技 主要是没科技 你要打这一波 你农民就不能补 虫队不傻 对吧 飞龙让你打 打了又怎么样 这时候飞龙已经不重要了 他有七个宿主 然后你光靠追猎 就不可能打进去 Sora肯定想的是 就现在就是一波追猎 一里来了 我是Soki 我就把框开在下面去 我就守一个地方 我把框开在下面去 然后我把这个宿主 埋到这个三框附近 然后不管你走哪条路都可以 怎么打都可以 怎么打都可以 埋哪里都行 他埋这边 他也埋中间 埋到三框 就是左边走 右边走 反正左边走 右边走 也打不下来 怎么打都行 我现在会这样 我拿大概六个决裂 我到那边一晃 你的宿主小从头就爬过来 然后另外一边 我的具象带那个决裂 不是从头就把你框捅了我就跑了 是这样的 都要玩剑呀 没办法呀 是这样玩的呀 这边强吃追猎 让你吃好了呀 送的还是有点多的 其实 这波蟑螂送的有点多 虽然他追猎也送了很多 这怎么 一瞬间蟑螂就死光了 杀了44个蟑螂 但是有16个宿主保底 这个基本上A不进去的 除非他很好跳过了宿主 刚才这 刚才这一波 刚才这一波 是让索尔尔找到了最后 打下去的力量 对 对吧 我吃了尼波主力 然后这个时候我三框经济在 那至少可以保证 我还可能编点科技兵种 不管怎么样嘛 再打吧 你看他这个都紧张了 他放了两个威逼 他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追猎拖 对 一直在外面绕 绕着对手小虫子过不来 然后呢 找这个点对手基地 其实是有机会 因为你主力的机动性非常强 然后呢 家里面悄悄的憋科技兵种 其实对于这个 这个叫谁 谁来说啊 我的 Sokey来说 他要么就两个选择 要么现在就去憋 憋那个 水龙 憋那个 感染 感染就好了 憋感染手 要么就是直接一波顶到你三框 让你逼你 逼你债 顶到三框 有点难顶 压力有点大 因为他的追猎太多了 对对对 顶到三框有点难顶 他现在出感染是最好的 最好就在家里面 现在宿主两边爬着 然后受感染 好你顶我 你拿波蟑螂去换 就拿波蟑螂出去换就好了 你反正顶不动嘛 你偷基地有什么用吗 你偷好了呀 那我就换你基地 你换我个基地 本来就是个19开的局面嘛 Sore这样打 就让他变成了二八开 稍微好一点 但是 现在基地一打 我这波兵就回去了 对吧 走了呀 虽然优势很大 但是这波兵也不能乱卖啊 无所谓 能把神族基地打掉 这波兵就可以送了 对 好 Sore也算是找了一个 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 对 对吧小龙子一扑过来 这个基地就掉了 让那几套飞龙把 三级打的绝对是一个 败笔中的败笔 飞龙换下 其实就怕飞龙换不下来 你让他这几套飞龙换下来 这怎么遭得住啊 等于我上来出六个基地 对手基地爆了 出六个凤凰 对手爆了一个基地 这莫名其妙的 对吧 或者出两三个虚空 对手爆了一个基地 这不能忍啊 反正小龙子一过来 你就说你跳啊 呵呵呵 反正洛西记也没了 对 这种局面 给谁打得赢 给你打也赢 说打肯定的呀 你会勾 勾都不用勾 反正一直换就好了 看压得你开不了矿 对吧 速度埋过来搞一下 Sora这个时候 想找一个多线的机会 有什么用吗 正面打过 没钱呀 你基地都没有 你刷差 你刷好了呀 你刷了差 等于你把我一个基地 插爆 等于你也爆一个基地 对呀 昨天我打一个第一视角 就告诉了大家 为什么打拳水 给我最喜欢的 就是一波插刷下来 嗯 然后插我一个基地 嗯 对吧 一般你一波插下来 一千多块钱 换我三百块钱 那太开心 对 有很多观众说我啊 他说你怎么那么多钱 你不插管子 嗯 你插管子不就赚不掉 这些钱了吗 嗯 一百块钱一个管子 然后他刷 刷个一千多块钱 换你一千多块钱 你赚什么吗 嗯 对不对吗 一些插只要刷到你家里面了 嗯 那就是给你的钱 你收下就好了 嗯 默默地把红包收了 对啊 你这种就上来 一定要还别人一个红包 那就赚什么钱 嗯 就是说泉水沟的理解啊 我有时候我没讲清楚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家里面的管子 不会特别多 低消耗 对啊 我家里面的油管子 是拿来干嘛的 我防我的科技建筑 对 我的科技建筑一定要收住 那也是钱对吧 剩下的我不防的 你插基地 你插好了呀 嗯 插了我再开一个 根本就是了 300块钱 350块钱 换你 你要换我一波插 你不可能刷四个插吧 嗯 你至少刷个十个插吧 对 十个插 你看我又赚了几百块钱 打到这种残局 到时候就是大家就拼 拼剩钱的 对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我经常打拳 如果打着打着 剩了一万多块钱 就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不花钱 嗯 只赚钱 打着打 我少对手两片框 也能把对手打死 嗯 就是就是个道理 昨天有个人在韩服上面 已经领阅了我这个打法 是吗 是啊 一个国府的人 跑到韩服收到我 多我两片框 最后对我饿死 是我够惨的 在哪里说 多两片框 也打不下来 一把 呵呵 呵呵 而且他 他没A我 他给我对号 嗯 那为什么号不关系 因为他无限送我 他 送着送着就没钱了 我我会 我现在转风暴的 转得很早的 对呀 然后用我那个反馈大法 简直猛成马 你要过来订 吓吓吓 全给你反馈了 反馈的距离比定远多了 其实 其实你还是 你还是没用的 我们要打全水沟 因为全水沟是一个一个过来订 全水沟最重要的 哎呀 我又要讲了 我又要害竹竹 全水沟最重要的 你知道是什么 什么 是你要 神主是要控制他事宜 只要有军坦 你打正面你就打不过 你先把军坦亲了 对 然后让他的感染 没有发挥的余地 如果我有军坦 我看着你过来的 我感染太好操作了 所以我说要左童童 右童童呀 新军坦 左右新军坦呀 打全水沟 就一定要记住新军坦 然后全水沟 你一使用的人 一定要记得补军坦 为什么主力上面 永远要带几个女皇 就是打到哪里 军坦扑到哪里 随时随时在扑军坦 其实那个叫什么 这跟PVT的大火器也是一样 你就控制视野 视野很重要 你视野好 你这个 你的魔法操作就好 记得爆了 所以已经 我觉得 Sora的这个叫什么 防守能力已经不错了 对吧 是Soki给了他一条活路 不错了 Soki如果出那个干 你说早就赢了 好了 大龙一A 这波就结束了 这肯定输了 对 这种局面 除非你多出个六个虚空 六八个 六个到八个虚空 还有一战的资本 那个区块可能就不够了 好了 打光 继续 这场比赛从中盘 这个SOR就已经 已经呈现出败相了 对 那这个选择还是有问题 这还是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 这波飞龙患家 判断上出现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失误 其实他那波打这个Soki 我们看到打下来 他农民是占优势 他当时完全有运营下去的资本 只要对手三空开不起来 他可能呢 太怕对手勾了 太怕对手勾 有时候神足就是这样 他不想让对手猥琐 或者是有时候重组 以前打这个计划 也有点这种感觉 就不想让对手猥琐起来 但是你A过去的时候 对手已经有防守能力了 然后你冲一波大亏 我调一下呗 我调一下 换个